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殿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殿,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很多人都羡慕富二代的生活 甚至许多小女生的择偶标准都冲着富二代这三个词 那今天为大家介绍部富二代离家出酒的电影《丛林奇兵》 为大家揭秘一下富二代生命之外的生活吧 我们的男主虽然失智发达,但头脑一点都不简单 因为欠了高利贷老板一大笔钱 只能出卖无力,为老板出门讨战 男主虽然长相蛮厚,却十分善良 这天他来到了夜店,向一位橄榄球运动员要战 男主好言相劝,对方却站着队友斗战 不仅不还钱,还破了男主一连九 男主考虑到过几天,球队叫比赛,本想放过对方 但老板不同意,男主只好用武力解决 三下五除二,就将整队选手打得七零八落 最后带走了球队荣耀大戒指作为抵押 可才走出停车场,男主就遭到了埋伏 原来是老板的另外一位讨债高手 在等着男主出现抢夺胜利果实 当男主显而立刻怒气冲冲的来到老板的家中告状 可会做高利贷买卖的老板,哪里会为此主持公道 他却男主不必在意 说到这,男主又开始郁郁寡欢 毕竟男主对于上门讨债一直都做得不甘不愿 他的梦想可是开进属于自己的餐厅追个快乐的大厨子 听到男主的抱怨,老板并未生气 他告诉男主若是能够找回自己离家出酒的儿子 男主的债不仅能够一笔勾销 老板还会投资一笔钱,让男主如愿开办餐厅 此话一出,男主当时没有拒绝的理由 紧接着,男主便根据老板提供的信息踏上了旅程 原来老板的儿子从大学辍学后 就一直在亚马逊村里的一个名为黄金城的地方寻找宝藏 男主坐着小飞机到达目的地,并发现这个地方虽然名为黄金城 也的确拥有黄金,但整个小镇都被黑势力困制着 平民们被黑老大雇佣却敢怒不敢言 每天辛苦的工作逃近,也只能得到微博的工资 稍有反抗就会被黑老大的手下打骂 男主来见老大说明来意 老大表示,找人可以先交一万美金 为了自己的梦想,加上强龙男鸭地头蛇,男主照做人 没多久,男主来到了个小酒馆 才刚想向八台服务员打探 富二代小鸡猫就从房间里面找了出来 正式得来全部费功夫 男主表明身份,让小鸡猫跟着自己回家 但小鸡猫已经离家多年,哪是三爷两宇能够打发的 于是男主只能动用无力 被制服的小鸡猫正想求劳 这时老大却带着手下出现了 原来老大一直没按好心 他向男主狮子大开口表示要带走鸡猫可以 得先支付十万美金 无奈,男主只能再次掌声主角光环 将一群小洛洛打得满地找牙 然后带着小鸡猫离开 但男主开着车子在村里里挤尺时 小鸡猫开始利用让男主放了自己 可男主不为所动 眼看男主油盐不尽 小鸡猫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居然趁机上手抢夺男主的方向盘 这哪是逃命 分明是要同归于尽 于是失去平衡的车子放下了悬崖 坑爹就算了这还坑队也玩 两人放出了车子一路旋转跳跃 不知道放滚了多少圈 最终落下了崖底的水塘 两人才要爬上岸 哪知道这时越野车从天而降 男主闪躲不及 一时被冲击的趴在一旁身影 小鸡猫趁机放出了男主身上的钥匙 解开了手铐 正当小鸡猫以为解放了想要一个人离开时 男主却缓过进来跟了上篮 小鸡猫气得开始反抗 却还是被男主给靠了起来 小鸡猫无奈说出了自己在此 是为了寻找黄金城的秘宝 魔神像 这可是由曾经打造的古代神像 若是男主能够帮他一筒钱去探宝 事成之后 小鸡猫愿与男主二八分仗 可男主懒得了他 与此同时 老大带着手下追到了上牙 原来他们害怕鸡猫若是真的找到黄金神像 平民们恐怕就再也不会受他们的压迫 乖乖逃近了 于是他下令必须尽快找到两人 黄金神像若是姓氏 也只能掌控在他的手上 当危险悄悄来临时 男主和小鸡猫却还在斗嘴 小鸡猫表示父亲很暴力 自己才会离家出走 可男主这一路被小鸡猫搞得 认为他就是个无奈 对小鸡猫的油嘴滑舌 男主自若亡文 不知道走了多久 正当小鸡猫在一边尿尿 男主却不小心踩到了陷阱 被倒掉了起来 小鸡猫一看幸灾乐祸地走向男主 下一秒却落了个同样的下场 两人还没有想出脱关的办法 却扰来了喉拳 就在两人崩溃时 一声枪响驱上了喉拳 原来是森林中的叛俊 出现救了两人 小鸡猫知道 这些是反抗劳大的叛俊 并故意引导语言不同的男主 与叛俊发生了误会 叛俊误以为身材撞爽的男主 是劳大的狗腿子 在小鸡猫的神猪攻下 男主被叛军发誓围攻 好在女主突然出现 结束了这场误会 原来女主正是酒馆中的服务员 她白天去酒馆干活 打探黄金城的消息 网上则是反抗军的头领 她也想要找到传说中的黄金神像 号召人民们推翻老大的压迫 夜晚两人才刚融入反抗部队 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老大的手下却巧让儿子 随着枪声响起 大家开始向森林中逃窜 最终叫男主带着小鸡猫和女主 坐上了小床平安离开 失去同伴的女主 迫切想要找到神像 解救水深火热的人民 最终男主和女主达成了协议 两人带着女主找到神像 女主指引他们走出森林 大达机场 小鸡猫虽然不乐意 却只能屈服于男主的淫威之下 三人一路翻山越岭 在小鸡猫的带领下 找到了成立宝藏的瀑布 三人游进瀑布背后的山洞 便看见一个有无数目撞 支撑摇摇欲坠的洞穴 说实话 这个藏宝洞让我有点失望 希望他们以后多看看 鬼吹灯系列学一学 眼看木桩一个个崩塌 小鸡猫发现地上排列着 豹子猫头鹰猴子图样的地桩 便指引男主跟着自己 拆掉豹子地桩上的木桩 两人惊险地进入到洞穴 拿出了神像 可就在拿走神像的瞬间 洞穴开始崩塌 就这种崩塌的情况 若不是强大的主角光环 我实在想不出几个人是如何 毫发无伤地全身而退 三人在森林中 拿起篝火休息 女主不知道从哪里 变出了几个名为快乐果的野果 来庆祝寻宝成功 三人一边吃着野果 一边谈论如何处理神像 可果汁还没有吃完 小鸡猫和男主就相继倒地 原来所谓的快乐果 是一种能够使人短暂麻痹的果实 女主拿走神像表示 要用神像还钱 为人民带来不受压迫的新生活 当然因为男主和鸡猫的帮助 他也不会食言 他答应一脉的神像 就将小鸡猫和那部分的酬劳还给他 另外还为男主指引了 前往机场的方向 并独自离开 一夜过去 两个人终于醒来 男主带着小鸡猫来到机场 准备起飞 却从机场人员那里得知 女主被老大抓住 神像也被抢走了 所谓的反抗郡也将就此崩溃 男主听到这里 心里十分不失滋味 最终两人决定回到黄金城 却和老大绝一生死 但两人想对付一个全副无装的雇佣军队 放在现实中 那绝对是非而扑火 可男主站着自己一身肌肉 竟然敢对着监控和老大喊话 要么自己管 要么我做到你管 当然这只换来了老大和一众手下的嘲笑 不过 见识过男主神游的老大 还是下令封锁全城 然后让老大意想不到的是 男主带着一群强壮的牛 从机场奔向小镇 众人看见牛群都忘记了开枪 此时的男主和小鸡猫 将主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牛群再吓了 主人也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枪声再度响起 就在小鸡猫被枪林弹羽包围大喊救命时 男主经过一番回忆 冥想突然操轮上升 带着两把长枪杀出一条血路 小鸡猫一脱困 就追着压售女主和神像的大关头去了 另外一遍 男主终于解决了枪手后 皮鞭队正式登场 男主来不及查看自己瘦伤的胳膊 就对上了小皮鞭的抽打 可对男主这种连直弹都打不出的真男人 皮鞭队耳不过一分钟就退场下线 老大本想在暗处偷袭 却被已经自由的女主打转了手臂 眼看老大已经成为了关头司令 皮鞭猫纷纷围了上来 可老大还不愿意承认失败 甚至还出言侮辱皮鞭猫 这样的吸血鬼资本家 最终被人鸭猫两枪送走了 女主终于得到了神像 人们都兴奋地涌到了一起 此时的男主却带着小鸡猫悄悄离开了 终于回到了美国 小鸡猫依旧戴着手铐 当他回到了自己金币辉煌的家中 却没有一丝喜悦 看见儿子回家的老板 满领笑容的关心儿子的近况 却一言不合的就是一巴掌 男主终于相信了小鸡猫的话 这时老板回过上来 表示和男主的债一笔勾销 男主可以滚了 但男主却不慌不忙地 拿出了快乐果给老板品尝 欲寡欢的小鸡猫一看便露出了笑容 果然老板和朋友们 吃下水果后全部跌倒在地 所以有钱人的生活不一定快乐 就像小鸡猫 他宁可住进原始村林 过着质朴的生活 也不希望待在金币辉煌的家中 被父亲拳打脚踢 什么样的生活是你想要的 只有亲身体会了才知道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给个三年是不是很残忍 这样的话我真的会裂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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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